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男生少年 一直有非常多的網友物門 我想要做這個工作 但是手上沒有很多的現金 那應該怎麼辦呢 或者是有網友說 你平常介紹的工具就這麼貴 有沒有一些比較便宜 或者是CP值比較高的工具咧 還有一批網友物門 我剛畢業 或者是我剛想要創業 手頭上沒有很多的現金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好 這一集就來好好告訴大家 在亞洲地區呢 尤其是在台灣 他們的電動工具呢 它市場非常的龐大 而在市場當中大家所看到的就是 鏡頭上面的這群大牌子 其實有另外一個區塊 在中間區塊 它的品牌是非常雜亂 非常混亂的 甚至有一些價錢也非常的亂七八糟 那小弟曾經呢 在許多國家裡面 到處漂流到處做工作 那尤其是在美國的時候呢 在一些大賣場裡面 甚至你想像不到的五金生活賣場 你都會看到非常多的手工具 甚至很多DIY的工具 那這些工具當中呢 就是你會看到一些 Milwaukee D-Walk 或是Walks 尤其是在北美 因為地形環境氣候的關係 在他們這個產業當中 DIY的人數就非常多 所以在北美 你非常容易看到Walks這個品牌 也就是在我們台灣所看到的威克斯 那或許在台灣 大家比較少聽到威克斯的品牌 但是在北美這個國家 它幾乎就是充斥的 像是在台灣買香蕉一樣的概念 買香蕉有什麼概念 尤其是在圓藝啊 或是DIY的市場 他們幾乎就是非常有名 好像聽說台灣現在換代理帳了 不過也不干我的事 那威克斯呢 它是一個中國的品牌 不過呢 它都是使用德國跟義大利的設計師 就像我們之前跟 各位朋友介紹的小槍枝一樣 而有一些圓藝呢 跟一些DIY的工具 其實真的都設計得還不錯 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跟頻道好好介紹大家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要重置這個行業 或者是你剛從設計學院畢業 你剛從一些製造業畢業 或者是今天你正想要自立門戶 然後變成一個獨當一面的製作人 或者是工業製造者 專業小工人 萬能工具職人 家中萬能的爸爸 萬能的男友工具人 什麼都會做的外星人 好我們拉回主題 假設今天你只有10萬塊錢 然後你想要創業自己當一個陶吉 或者是做一個水電師傅 你做師傅 甚至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 你應該可以要建立什麼樣的觀念 跟用什麼樣的工具開始買起來 按照我的個人經驗分享 我認為你可以把錢分成四等份 那首先的25000塊 拿來當成生活費 或者是能夠先打理你的三餐 那接下來的25000塊呢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基本的開銷 可能你會有 餐旅費 就是出門開車啊 或者是一些耗材啊 或者是你可能住的房租啊 一個小房間 可能要幾千塊錢啊 甚至假使今天你的工作小空間 它還是有一些水電瓦斯的花費嘛 我們就把它剝出來 那另外的25000塊呢 留下來放口袋 所以剩下25000塊 你拿來買工具就好了 所以一開始呢 你千萬不要把10萬塊錢 全部拿去買工具 那一開始你可以買什麼工具呢 首先你可以買電鑽 錘鑽 這個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工業裡面的最基本工具 通常你只要有這些基本工具呢 你第一個你可以出去做瓦斯拉 那第二個其實基本的水電工具啊 你已經就具備的差不多了 那第三個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誰剛的工作 尤其是在我們頻道中 有非常多電影美術組的朋友 通常你只要有這幾張工具 加上你的創意 好 台灣的電影以後就靠你們了 加油 那基本上有這些工具基本型的概念之後呢 你只要選擇第二個選擇 叫做你要充電還是要插電 大家當然都知道 就是有插插頭的插座 它會比較便宜 但是相對的 它在移動上會比較不方便 那通常有電池式的呢 它通常價錢就比較高一點 不過呢 它的好處就是 你隨拿隨走 很容易被趕走 很容易增加你的行動敏捷度 那電池的東西 它就是幾乎現在每個品牌 大家都能夠通用 就是同一個品牌的東西 它能夠用一顆電池 通用在所有的東西上 那我們頻道怎麼樣去定位 CP值這件事情呢 洛哈堅它的價錢是在於 插電式等級上 它的價錢呢 又是在一些大品牌 就是插電池的以下的話 它的效能 只要能夠超越一般工作 入門使用的東西 我們都稱為高CP值 不過本台再次強調 如果今天你所使用的工種 像是我們就長期用 捏吹捏弓 就爆發力型 甚至在就是 狂操濫用的使用下 請給你一個很好的觀念 工具的價值反映在價錢上 但是在每個價錢 它都會有一個落差值 就像你不能拿一台 MOBO的房車 然後你去希望它有一台 保濕姐 或法拉利的跑車的輸出能力 那是不可能的事 總而言之 買工具就像買車子一樣 就是選擇一個 你適合你現在 當下口袋的深度 或者是選擇一個 你現階段 所需要的使用度 去做選擇 那就好 我覺得我接下來可以選擇 冰濕 所以你在現階段 剛進入這個產業 就是你去買一些高CP值的機種 它未來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可以給你的小學徒 或者是呢 萬一你在做這一陣子之後 你會發現 哇 好像並不適合這個產業 或者是你不想要做這個工作 那你隨時要脫手 或者你想要把它賣掉 甚至你不做了 你的損失都會比較少一點 而重點是 不要讓自己產生太大的壓力 而且不要打重點 衝胖子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來跟大家介紹 創業型的機種 衛克斯 首先介紹第一個 就是振動電鑽 振動電鑽在我們頻道 你常收看的 你應該知道 沒什麼好說的 它就是有19個檔位 然後呢 基本上它能夠 捶一些小東西 或是鑽一些小東西 但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剛創業的專業男子 我認為電鑽 它比較適合在 居家五斤DIY的時候 你要一次做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這兩支 起直機跟錘鑽 為什麼我會建議你 寧願不要買電鑽 去買起直機跟錘鑽呢 首先一開始 你要創業 鎖螺絲一次馬索的先知 它都不是問題 這個時候 你如果常常用振動電鑽 它其實比例上會比較大型 而且它比較不是專門專用機 我們頻道給振動電鑽的定位 都會比較建議大家 它可以是變成是 像是綜合型的格鬥選手 那如果今天你要鎖螺絲呢 總而言之 衝胸起直才是你最佳的選擇 那衝胸起直這麼多種 它有什麼好介紹的呢 這支起直叫做WU294 它呢得過紅電設計獎 然後再來是呢 它的扭力比它還要大 它小小一支 它的扭力是175牛頓米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我的手算大型的啦 所以 如果是你一般是女生要用 或者是你一般是年輕的青年學子的話 就是它的握感 跟其它的比起來算是比較好握型的 那衝胸起直呢 它就是用六角快拆頭 六角快拆頭可以幹嘛呢 請看這邊的行路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六角快拆頭 你可以使用 裝上去使用 所以今天你要鎖螺絲 鎖木頭 鎖鐵 或是你要弄磁磚 它其實都是可以一機搞定的 那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你還要去弄個垂鑽呢 因為各位朋友 當你在今天打水泥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拿它來去打水泥 而WU388呢 其實是我個人非常推薦 就是各位水電師傅 你都可以去買的一支 為什麼呢 首先 它這邊有一個磁磚的設計 大家有沒有看我們在拍攝磁磚的那一集 其實打磁磚 或者是你要在磁磚上面 鎖上一個小架子 你不要看起來很簡單 因為很多水電師傅 打到後面被業主打了 你知道嗎 就是它常常會鑽一鑽一鑽 就把磁磚鑽爆了 而這個機子呢 是在目前的機種當中 它唯一有專為磁磚設計的 一種叫外充的模式 它按下去呢 它旋轉的效果會像這樣子 有沒有感覺到 I got the feeling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它防水 然後在它的官方上面寫說 它有分離式的減震設計 它不會這麼震 不過在我看來 我覺得它們最大的特色是 它把它的這個重心配置 它配置得非常好 你看 它是很自重的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控制電鑽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很強的力量去壓制它 它本身它的重量 會幫助你帶著電鑽往下鑽 這個是 我比較少見在其他品牌上看到的東西 然後咧 它一樣上面這邊有四個模式 就是你要有鎚的有鑽的還是只有鎚的 其實在早期我工作的時候呢 我都是用一個衝擊器去搭配鎚鑽 兩兩互助互相幫忙 所以你在安裝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鎚鑽 咚咚咚 攻擊一個洞 然後咧 再拿六角頭的螺絲 就很順就可以安裝進去 兩機的好處呢 就是有的時候你出去工作叫一對手 就是一對手 那你可以叫一個人旁邊一直攻 然後另外一個人從後面一直鎖 一直鎖 那這也是我比較推薦大家 寧願不要買一個振動電鑽 你如果要成為一個專業的選手的話 你最好一次是買這兩支 大家都知道振動電鑽 它能夠攻的鎚鑽鑽鑽 它絕對沒有一支鎚鑽來的這麼大支 但是一個大的鎚鑽 你要攻到多小多細 它都是非常容易輕鬆的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點示範 好 我們繼續下去 既然今天電鑽被我們淘汰掉了之後 接下來你的工具三寶當中 最重要的一寶 刷輪機 砂輪機 這台砂輪機呢 叫做W808 它一樣 它有一個輔助桿 所以你看你是左撇子 還是右撇子 你都可以能夠去替換你的輔助桿的位置 那砂輪機最終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沒有錯 各位小朋友就是裝護蓋 不管你是多少硬級的砂輪機 請記得一定要裝上護蓋 然後請保持一個好習慣 就是可以使用輔助桿 輔助桿在你在切割的時候 你可以固定你的手 在研磨的時候 能夠減少你的體力的消耗 那這個砂輪機它有什麼樣的特性跟特點呢 首先一樣是有電池式嘛 所以電池按下去 看你電池現在有沒有電 但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砂輪機當打開的時候 一段 兩段 三段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砂輪機是有三段的模式的 所以你可以 去依照 比如說你今天你要拋光 還是你要切割 還是你要研磨 去選擇不同的模式去操作 然後砂輪機 我們通常以前傳統式的 最害怕的是什麼 當它你是關掉的時候 結果你把電源打開了 然後這個時候 插電插上去 會旋轉 你就發現砂輪機在那邊跳 在那邊跳 甚至有時候打到砂輪片 然後破片射出很危險 這個砂輪機為什麼適合初學者 跟各位剛入行的水電師傅呢 假設今天我們真的不小心 或者是拿一個北七一給削 然後把它那個 電池打開了 這個時候你要插上電池 這個時候怎麼樣 是不是會突然旋轉 不會 它會出現一個警告 會閃爍 然後你插上去之後 它也不會 它也不會啟動 因為它這是他們的安全保護裝置 這個時候你把電源關掉 重新再開啟一次 正常了 是不是很安全 不過其實就算很多工具 現在都很棒的安全裝置 我還是個人建議裡面 當你在使用砂輪機 換片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拆片子的時候 請記得 一定要把你的電池拆下來 然後呢 如果今天你是在做一些研磨片 還是切片 在換的時候 請一定要用板手 不要用手直接板 然後這個牌子呢 有一個好看介紹給大家 如果今天 你的工作 你並不是要帶來帶去的 你不一定要充電的 砂輪機 它們有一個插電式的砂輪機 你猜多少錢 請問 五千 懂不懂行情啊 一看就是會買貴的人 來多少錢 三千 三千五門 更來 兩千 兩千五門 一千八 一千八 再少一點 一千五 一千五還不用 各位朋友 你們是不是有去那種就是 像我們之前拍那個查達旗 還是去拍一些 比較奇怪 你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什麼三小牌子的 還是什麼鐵殼 怎麼殼呢 一支一兩千塊的 砂輪機 我個人建議你 如果真的要很便宜的話 你不如買這種 有牌子 有品牌 然後 至少 安全有保障 一支好像一千五百算不到 自己去 你家附近的武器然後買 不要跟我買 我沒在賣 好啦 回到我們的主題 假設一開始 你今天是一個剛創業的年輕人 你到底要花多少錢 來買一些基本的工具呢 首先除了工具三保之外 你可能還同時需要多一顆電池 跟同時需要兩台充電座 然後去做準備 可以跟旁邊隨時能夠充電 我認為一開始的十萬塊創業當中 你頂多只能花 兩萬五千塊來買工具 所以如果你今天 跟吳敬陽感情很好的話 兩萬五千塊還是有找的 而且我們為了拍攝 去買這些工具之後呢 我們買回來價錢 我看到單子我下套 這三個工具買起來 根本不用到兩萬五千塊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有求必應的頻道 像土地供應一樣 所以很多網友問我們 問我們之後 我們就買工具 然後試 然後開給大家看 而大家也知道 就是我們頻道在開台以來 就是我小T股的工具 本來就非常多 而且開完頻道之後 我的工具真的是越來越多 但是回到我們頻道的初衷 其實我們超人生少年頻道呢 就是希望 在鏡頭前面的年輕人 或是老朋友 老同學 男同學 女同學們 你都能夠加入工具的行業 甚至是工業界的行業 你都可以用現代新的思維 跟現代新的科技 去重新認識一下這個工業產業 當你擁有了DIY的技術 當你擁有了製作東西的技術 你的生活就是有無限的能量 跟無限的可能 甚至很容易可以翻身的 所以我們大會決定 今天我們面前這組工具 就全部送給鏡頭前的你啦 不要懷疑免費 但是當然免費的東西 最貴 只要你在下方留言 告訴我 為什麼你需要這組工具 然後並分享我們的影片 然後標註上 超人生少年 那我們就會把這組工具 專人聯絡你 然後直接免費送給你 跟各位保證絕對不做假 所以 歡迎大家 歡迎每很多學校 就集體過來寫 不過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你真的寫完這些文字之後 你真的能夠藉由這些工具 然後去開啟你的工業人生 你千萬不要讓我知道 你拿去給我專賣 你如果讓我知道你還要轉賣的話 我一定讓你 大家出來做事嘛 誠實為重嘛 是有東西讓大家用 我們也不是盤納啊 就是我們都希望大家 好好能夠認識工業認識工具嘛 所以拜託大家 你拿到工具就好好的使用 好不好 拜託拜託 所以歡迎各個學校 或各個同學 或甚至你正在念書 剛畢業的朋友們 你都可以來寫下 你為什麼會需要這個工具 你要拿這些工具拿來做什麼 寫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就會從當中去抽出一位朋友 然後整組送給你 最終回到10萬塊創業的時候 你要準備什麼呢 小弟有一個觀念希望 能夠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10萬塊裡面 你千萬不要把10萬塊全部拿去買工具 甚至全部都拿去 砸在一些什麼 房租啊 或是門面啊 或是想要派頭的這種東西 然後最後搞到自己去借錢 所以重點是 多留一點現金在你的口袋 第一個 可以保障你的信用 就是千萬不要用借錢 或者是用欠款的方式 去跟人家做生意 然後存下來的錢呢 就拿去買工具 工具會幫你升財 升財之後 你就可以買到更多的工具 買更多的工具呢 你就能夠增加你工作的效率 增加你工作的效率之後呢 你的時間就會變得 越來越有價值 越來越貴 而有了工具之後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好好提升自己的技術 有的時候不是工具爛 是你的人爛 而如果你的技術好呢 其實你拿到什麼樣的工具 都不會是你的障礙 因為技術呢 才是你能夠永遠戴在身上一輩子的 而且它不像工具一樣 所以是會被人家幹走 最後如果你有任何 想要我們開箱的工具 或者是你有什麼建議工具 希望我們能夠開箱給大家看呢 你都可以歡迎到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好那下一集要來買什麼呢 然後我們有個私密的社群 歡迎各位有任何工業的問題 或者是有人身的問題 甚至有一些工業製程的問題 都可以到這個社群來去問大家 裡面有非常多的老司機 跟非常多的老師傅 能夠為大家一一做解答 好了以上就是我們超人少年 我們下週再見囉 記得按訂閱分享 拜託 鬆啦鬆啦 鬆鬆鬆出去啦 完全頻道就不會賺錢 就是這樣啦 心情好就鬆 心情賣也鬆 為了我拼鬆 為了你所愛的人拼鬆鬆 好爽喔 如果我小時候剛創業的時候 有超認真叔叔的話 我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掰不